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万门大学英语四六级翻译课堂,我是汤杰 那么在上一讲当中呢,和各位分享了四六级翻译当中的词的翻译 那么今天最后一讲呢,我们要从更加宏观的一个层面去把握我们的这个翻译 就是由词的翻译呢,来转换到句的翻译 那么关于这个句的翻译呢,首先要给各位一句话,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 就是我希望大家在翻译句子的过程当中可以来打破大家固有的一个汉语的思维习惯 而要用我们的英文的一些句式表达 好,牢牢记住我刚刚说的这句话 那么我们这一讲呢,会从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首先呢,是关于这个句子怎么样来确立它的一个主干的问题 好,那么以及第二点呢,是确定时态 时态也是非常关键的啊 第三点呢,是语态上面的一个转换 那么语态呢,指的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主动态和被动态 那么从中文转换到英文的时候 往往很多种情况是从一个主动态到一个被动语态的这样子一个转换 以及最后呢,从更加宏观的一个层面来跟大家讲一下 怎么样来进行一个语序上的调整 能够使得我们的这个英文语言呢,更加的地道 更加的符合我们的英文的表达习惯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点啊 叫做确立主干 好,那么确立主干呢,我们分成两步走就OK了 首先第一步呢,是你要找到啊,从动词来入手 那么从动词入手,先确立句子的一个微动词 然后再确立主干或者主句 找到动词,然后呢,把这句话的一个主句 把主干部分把它给挖出来 那么在第一步完成之后呢 然后再开始确定第二步啊,确定这个修饰成分 那么哪些词是属于这个修饰成分呢 相信大家也比较清楚了 就是我们说的一些定语啊,状语啊,补语啊 等等这些啊,就是修饰成分 那么在我们这个中医音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修饰成分呢 可以用一些介词短语啊,非畏语动词形式 或者是用各种从句啊,经常用到的就是一个定语从句 用这些方式啊,来表达我们的这些这个修饰成分 那么其实之前呢,我在真体讲解的过程当中 也是时不时的有穿插这一部分的内容给大家 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一讲当中呢 我们就来把它整体的把它给整理一下啊 从更加宏观的层面来把握一下 好,那我们首先就看到13年的这一套六级的样题啊 就是改革之前给你的一套样题当中有这么一句话 人们还会在门上粘贴红色的对联 那么对联的表达呢,它是直接给出的叫做couplets 对联的主题为健康,发财和好运 好,那么关于这样子一句简单的话 我们首先刚刚说了啊,根据这个动词 来确立这个句子的一个主句 就是说主干的成分 好,那么动词就是这边的粘贴 好,因此呢,我们很自然的可以把这个前半句话 人们还会在门上粘贴红色的对联 把它作为我们待会要翻译的这样子一个主句 对吧,好,接下来第二点还记得吗 确立修饰成分 好,那么就是后面,逗号后面的这一个短句 就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修饰成分 好,那我们然后再想办法怎么样能够 把这个修饰成分用地道的英语表达 把它给衔接在我们刚刚的这一个主句的后面 或者中间啊,也可以 好,那么大家可以想一下 人们还会在门上粘贴红色的对联 对联的主题为 好,那么其实呢,这边啊 要提醒大家的一个注意点就是 我们往往在运用一个句子翻译的技巧的同时呢 这一个技巧的运用并不是孤立的 我们往往需要去结合 待会儿要跟大家讲到的其他的三个技巧 这些技巧的使用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啊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因此呢,这句话啊 我这边要跟大家的提醒各位的一个注意点就是 看一下后面半句话的这个主语啊 叫做对联 但前面的这个主语呢,是人们 因此它的两个主语并不是一致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想办法把它变成一致的 就可以啊,刚刚说的一个语态转换 可以把前面一句的这个主动态 把它给转换成一个被动态 这样的话它的衔接会更加的自然 好,那我看一下 首先主语翻译好 叫做and those will be decorated with red couplets 好,这就是一个前面一个主句 那么后面的这个修饰成分 它是怎么样来处理的呢 用了一个戒词 因为前面自然而然的啊 它这边是一个couplets 前面一个主句以它结尾的,对吧 好,那么这个对联的主题是什么呢 它直接用一个with with themes of health, wealth and good luck 好,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说的怎么样去确立这个主干的问题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是14年12月的四集真题 讲这个大熊猫啊 大熊猫是熊科中最稀有的成员 主要生活在中国西南部的森林里 同样是两个短句 那么同样的啊 我们可以把第一句话当成是一个主句 大熊猫是熊科中最稀有的成员 好,然后呢 后面这句话 主要生活在中国西南部的森林里 那么它同样是来描述大熊猫的,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应该很自然的能够想到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什么 作为一个插入成分 把它给插到这一个橘子中间去 并且这个插入成分要怎么插进去呢 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呈现呢 大家可以想到用一个定语从句嘛 对吧 好,那么因此这句话的翻译就可以变成 the panda which 用了一个定语从句 which mainly lives in the forest of the southwest of China is the rarest in the bare species 对吧 好,我刚刚说了这些插入成分 它的位置当然是不固定的 由你自己来决定 OK 好,继续往下 13年12月的一道六级真题 同样,我们看一下这句话 确立主干 月饼被视为中秋节 不可或缺的美食 人们将月饼作为礼物 馈赠亲友 或家庭聚会上享用 好,那么读完这句话 大家会发现的第一个问题 还是跟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例子是一样的 它的两个主义并不是一致的 那么因此我们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可以很自然地想到 由一个主动态到一个被动态的一个转换 可以把后面的人们将月饼 这句话当中原来的主义是人们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把月饼作为一个主义 好,那么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 那么很自然的 我们可以说月饼呢 怎么样,是被作为礼物 馈赠亲友 或家庭聚会上享用的 好,然后我们把这个 被视为中秋节不可或缺的美食 把它给作为一个插入成分嘛 那为什么把它作为一个插入成分呢 这边被视为三个字啊 其实我们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也不必去强调这三个字 那个月饼呢 它就是一个中秋节不可或缺的美食嘛 我们直接可以把这个短语 当成是一个同位语 作为一个解释说明 来插入到我们刚刚所说的 这个主句当中去 好,我们看一下 The mooncake 对吧,直接一个同位语 An indispensable delicious food of the festival is given 看,做了一个语台上的转换 就是我们待会儿要马上跟大家讲到的 is given as a gift to relatives and friends or enjoyed at family gatherings OK,好,大家可以仔细来提会一下 这句话的翻译 这就是我们第一部分 要跟各位讲的一个确立主干的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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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